土耳其73个省的律师协会就冬突决散的侵犯人群行为发表联合声明说 我们呼吁包括联合国大会在内的所有国际机构立即采取行动 以结束这种暴行 并呼吁国际社会未被压迫的维吾尔人发声 大律师工会的联合声明说 自1949年以来 在中国政府统治下的东都决散人们的所有生活领域存在侵犯人权行为 中国政府正为了消灭该地区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手术民族 在所谓职业培训中心名义下实施了集中营政策 这些集中营自2018年以来已得到微信图像和集中营幸存者的证则确认 实际上这些营地所犯的罪行被视为危害人类罪 许多被拘留在营地中的人下落不明 介于存在着旨在消灭一个民族和一个宗教信仰的系统性活动 因此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行为属于危害人类罪的范畴 作为律师协会 我们仅声明我们将继续站在被压迫和受破坏的东突决散维吾尔人的旁边 并牢记在法律职业精神上 对破坏保持沉默是另一种不公平的做法 欧大利亚智库欧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指 中国在东突决散实行泄迫性政策 导致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出生率急剧下降 据路透社报道 欧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前天发布的报告中引述中国官方数据称 中国与2017年在东突决散展开控制生育率的行动后 东突决散的官方出生率前所未有的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表示 从2017年4月开始 中共在东突决散开展了一系列打击违法生育的专制治理行动 这一行动导致官方生育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急剧下降 在2017年至2019年的两年间 该地区的出生率下降了近一半 这份报告还提到出生率降幅最大的地区 主要是以维吾尔人和其他首数民族为主的社区 香港当局寄出国安法 解冻易传媒集团《苹果日报》床使人 民主人士黎智英 易传媒股份及个人资产 现年73岁的黎智英 因其集团支持2019年爆发的反送中运动激怒了北京 他的《苹果日报》坚持报道真相 在香港最动荡的时期 始终如一支持长达数月之久的民主运动 黎智英成为北京重点镇压对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以坚持报道真相为主的李智英的媒体 与香港同行明显不同 在北京压力下 绝大多数香港媒体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称武汉病毒疫情第二年将比第一年更加致命 2019年末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冠病毒已成为国际疫情 坦德塞14日表示 预计新冠疫情的第二年会比第一年更致命 接种疫苗并采取公共卫生措施 是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唯一途径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最新的数据显示 载着欧洲中部时间14日 全球新冠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30万例 当地时间5月16日 联合国安理会以视频方式 就巴以冲突问题召开紧急公开会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 最新一轮的暴力事件只会使死亡 破坏和绝望的循环持续下去 并将任何共存和和平的希望退得更远 古特雷斯会议各方必须立即停止战斗 另一方面 以色列周日对加沙发起新羽轮攻击 造成至少42名巴人丧生 其中包括8名儿童 据巴勒斯坦方面的统计 到目前已有192名巴人丧生